中文冷知识 与生结贤的名字可以有多浪漫 首先与生这个姓在日本属于罕见性 其次其父亲曾经说过 结贤一是对应儿子的新作是首作 二是希望他的人生能像公献一样张弛有度 在绷紧的时候 也可以有一个面对生活的凛然态度 从而有了与生结贤 同时很多网友表示 如果他不叫与生结贤 而是叫归田一郎 与生太郎你还喜欢他吗 由此可见名字的重要性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好听的中文名字 比如朱子清 李清照 林徽因 林宇棠等等啊 快去叫你妈妈给你改名